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健康知识和权威观点 下面首先来看一下本期的资讯直通车 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洗浴方式 桑拿玉在全球各地广受欢迎 人普遍都认为桑拿玉对身体有好处 近期就研究发现了 桑拿可能对防止高血压有作用 芬兰东部大学的学者 在美国高血压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就显示 桑拿玉可以降低血压升高的风险 在长达22年的随访中 他们就发现 与每周洗一次桑拿玉的人相比 每周洗四到七次桑拿玉的人 患高血压的风险降低了近一半 不过要注意 这个研究仅发现经常性洗桑拿 可以预防高血压的作用很明显 但并不是说它是治疗高血压的好办法 防颤最主要的危害是血栓形成引起中风 为了降低防颤栓色发生率 临床上需要服用抗凝血药物 但是最近研究就发现 抗凝药物除了抗凝作用 还有其他的益处 发表在欧洲新藏杂志的一篇研究文章就发现 抗凝药物在治疗防颤的同时 还有预防痴呆的作用 并且新型口服抗凝药物与华法林的预防效果类似 对于这一结果 研究者就解释了 防颤形成的大血栓会导致中风 而小血栓经常是神不知鬼不觉的进入到脑部 从而引起痴呆 而抗凝药物可以通过减少小血栓来起到预防痴呆的作用 我们知道心理衰竭是非常严重的一种疾病 并且我们国家新衰患者的管理水平还有待提高 那究竟中国的心衰患者存在哪些问题呢 我们来看一个最新的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府外医院的张建等人 研究分析了2012年到2015年间 132家医院的13687例出院心衰患者资料 数据就显示 我们国家心衰患者的平均年龄为65岁 其中59%为男性 住院时间中位数为10天 住院期间的死亡率为4.1% 此外出院的衰患者药物使用率和服用量不足 大部分都低于指南推荐的标准剂量 在此我们要提醒患者朋友们 出院并不是治疗的结束 而是长期管理的开始 希望您能够遵医嘱合理用药 随着人们越来越重视健康 各种所谓养生知识和保健品也充斥在我们身边 其中深海鱼油作为保健食品 一直是广受欢迎 据说深海鱼油具有降血脂 降血压 预防冠心病 治中风等等功效 鱼油被标榜为有病治病 无病防身的好东西 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深海鱼油之所以备受吹捧 是因为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 有人提出艾斯基膜人较少的死于心血管疾病 可能与他们日常所食用的深海鱼 含有较高浓度的奥米加3的脂肪酸有关 美国心脏病协会就表示 冠心病中风和心衰的高危人群 额外补充高纯度的奥米加3脂肪酸 可能有所获益 但是中国专家共识就指出 目前国内的鱼油都只是保健食品 其纯度较低 降脂作用是非常弱的 而且国内还没有高纯度的奥米加3脂肪酸类药物上市 也就是说我们平时看到商家推销的深海鱼油 几乎都达不到有效浓度 因此大家千万不要听信各种夸张的宣传 鱼油作为保健食品并不是药物 好 以上就是本期的资讯直动车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新专列微信公众号 你可以获得更多内容 搭乘新专列守护新健康 欢迎您收看由赛诺菲冠名赞助播出的新脏专列 我是主持人洛欣 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现场的嘉宾 是陈茂教授和王燕教授 欢迎二位 陈茂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新内科主任 中华医学会新血管病学分会的常委员 王燕 厦门大学附属新血管病医院院长 中华医学会新血管病学分会的委员 也是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的 新血管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 说到这个心脏半膜 可能大多数的观众听起来比较陌生 其实它相当于心脏的阀门 能够保证我们心脏血液正常循环 那么当心脏半膜出现问题了 有哪些治疗手段可以来进行修复呢 今天咱们就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讲的 先要请教一下两位 心脏半膜出现问题的人多不多 平常我们听这种心脏半膜得疾病的机会 好像不太多 反正至少我对半膜在哪我都不太清楚 那么请二位给我们稍微做一下解释 那就刚才主持人所谈到的 这半膜到底在哪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心脏的模型 那么这心脏模型的话 如果我们把心脊拿掉之后 那么这边是左心枪 这是左心室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儿的话 就有两道很重要的门 一个就是这个我们叫做二肩半 它是管得我们从左心房到左心室的血液的流动的方向 另外一个呢 大家能看到在里面的是我们的一个叫做主脉半 它管得是我们左心室到我们这些大动脉的一个供血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话 大脑供血包括我们的肾脏 包括我们的肝脏 都需要这样的一个阀门 把我们心脏里面已经养和好的血 送到我们心脏非常重要的脏器当中 当然这是我们左边的心脏 右边心脏也类似的话 也有两个阀门 所以说的话在我们心脏内部的话 有四道阀门 而这四道阀门的话 每一次心脏搏动的时候 它都会参与它的工作 那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它不是一扇阀门坏 它几个阀门都坏 那会出现什么样的危害呢 主要我们常常发生的斑膜的问题 是主动脉半和二肩半 那么主动脉半 如果它是一个狭窄 或者是它的主动脉半 关闭不全的回流 或者是二肩半的一些问题 都会导致的我们左心室 最重要的心室它的收缩 产生它的负担就会越来越重 那么这种负担重 病人可以产生一系列的症状 比如说心慌 呼吸困难 稍微轻微的活动 劳累以后 就会出现气喘的症状 那么在早期 可能半膜病变的早期 它可能没有任何表现 但是到晚期以后就越来越多 甚至可以出现心脚痛 以及突然的死亡 我们临床上叫做猝死 它是危害很大的一类 这种心脏的半膜病 那么如果这个半膜出现的问题 像您二位刚才所说 这种情况都出现了 不管是一个还是几个坏了 那现在就是大伙得问 我是吃药好呢 还是动手术好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就必须一些 更积极的治疗方法 那么在以前的话 我们主要是考虑到外科的方法 比如说外科开胸 然后把这道门彻底的拉出来 然后进行一个新的门的一个治患 但是很不幸的是 我们有很多病人 因为刚才所谈到的 跟年龄是相关的 我们有很多高龄的病人 你要让他去再承受一个 外科的开胸手术 就我们老百姓所的大开胸的手术 这个实际上是不现实的 因此的话 我们的的确确需要 新的一种治疗方法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介入来治疗 这种心脏的半膜疾病的一个情况 我想看怎么如何把这个半膜给换了 咱们有没有相对形象的方式 那我们这个技术呢 就是首先一个 我们要保证一个通道 从我们的外周血管 到我们的心脏有一个通道 这个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主动办下载 就是上办了概化 那我这个通道的话 从我们的外周血管 我们通过一个特制的钢丝 进入到了我们的左心室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的血管的穿刺 然后一个钢丝顺着这个血管往上走 一直例行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左心室 那这个地方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个白色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半膜 由于这种半膜的话 它往往狭窄非常重 所以我们往往需要一个球狼 把它做一个轻轻的扩开 保证我们的系统能够通过 大家可以看到这球狼进行扩张 然后这道门的话轻轻的打开 接着的话我们就是会把我们的这个半膜放进来 而这个半膜呢 它是缝在支架上的 那这个呢 给大家展示的是一个 我们叫做球阔式的半膜 也就是说它是通过这种球狼扩张的方式 最后把半膜固定在我们的主动外半的位置 那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输送系统 通过血管翻过我们的主动外半 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半膜 主动外半的位置 到了这个门框的位置呢 我们觉得位置很好 通过我们的影像手段帮助我们判断 然后呢进行扩张 这是球扩半 那这个支架呢 就固定在了这个位置 而支架上的半膜立刻就开始工作 而它原有的半膜呢 就被挤到了这个两半 这个我们叫做 实际上就在门里面再换了一道门 门中门的技术 你可以看到在上面这个柔软的 在动的位置就是它的半膜呢 如果从我们的这种大动脉 从我们的深足动脉去看 你可以看到它的开臂非常好 也就完全给了它一个正常和健康的心脏 当然科技还在进展 我们重点讨论的是这个问题 那么非常就是可喜的是 就在不久前 我们陈茂教授带的团队 那么也是在这个全世界上 成功的植入一种新的半膜 它是预装干半 这种台位的手术 那在此我们也恭喜这个陈茂教授 祝和您 祝和您 谢谢 预装的干半 对 这个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一个这个领域当中 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进步 因为我们现在所谈到的金导管 或者我们叫微创的这种换板的方式 它往往需要我们的技术人员 在现场进行这个半膜的一个装配 因为它这个半膜的话 它必须保证在一定的化学液体当中 要保证它的一个功能的一个有效性 所以我们希望的就像我们关脉支架一样 这半膜就放在那地方 需要用马上拉出来 包装一撕 然后就能放进去 这个叫极客极用 这是目前的话 全世界从半膜研究来说的话 大家都想走到一个方向 那我们比较有心的话 在我们这个相关的企业的支持下 我们做了全球的第一例这样的一个 叫做预装载的干半技术 这个从目前看起来的 病人的情况是相当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 未来很重要的一个 现有它为技术的一个补充 好 那么今天呢 再次感谢两个专家来到我们这个演播室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有关于这个心脏半膜治疗的知识 也让我们知道 虽然这个半膜很小 这个零件不大 但是呢 对于这个人体来说非常非常的关键 保护好您生命当中的这一道重要的阀门 很重要 好 那么再次感谢您收看本期的 问心三人谈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我是葛军国 今天我们一起谈谈心 随着这个我们人的寿命越来越长 我们都面临了一些老龄化的问题 包括我们说一些年龄增加到的像防颤 像瓣膜的腿性变 还有一个呢 就是心脏的心理衰竭 我们心脏呢 像一个蹦一样 心脏把血呢奔到全身的各个器官 来营养大脑心脏肾脏等等各个机器的组织 那么疼过好多的原因 也有可能是心脏本身的原因 也有可能是这个机器的老化 我们心理衰竭的发生呢 越来越多 就心脏功能呢 越来越不如从前 那么心理衰竭越来越多 那么怎么去治疗 怎么去管理 其实心理衰竭呢 它不是一个治愈的问题 我们说除非是急性发生的急性心理衰竭 我们通过一些合力化的治疗 改善别人的新功能 然后呢 使别人能够回归家庭 回归社会 其实我们发现 国外啊 其实或者西方 尤其是在北欧 对心衰的管理呢 还是比较好的 他们叫心衰呢 不叫治愈 叫管理 就management 所以这个病人来的 他一旦心衰恶化了以后呢 他到医院来把这个药物呢 进行调整 针对病人的各级情况不同 根据指南呢 进行标准化治疗 那么他住个三四天的医院 要尽量敲好以后 那病人就出院 病人护士呢 进行随访 这样以后呢 就打得减轻了我们医院的压力 那么心衰呢 这个病人呢 我原本好像我们应该 建立一个家庭化管理制度 让这些病人呢 在居家养老 那么在中国呢 现在我们这个病人的管理 目前做得还不是非常的好 这是我们为什么 中国新协会健康联盟 我们其实倡导了 这个心衰重心的建设 我们想在一个区域 建立几个心衰重心 把这些慢性心衰的病人 都管理起来 而且呢 我们通过讲来啊 大数据 症状化医疗 跟远程监测 使这个病人 一旦发生了新功能恶化的话 及时到医疗机构来 进行调要 进行强行 进行力量 那么症状环节以后呢 那么得回到这个社区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或者是回到家庭 回归社会 那么这样以后呢 也不助于给社会 不助于给家庭 给医院造成非常大的 一个负担 我个人预测啊 随着我们远程医疗监护 尤其是一些新的器械的研究 人工智能的发展 还有呢 我们对心衰重心 心衰管理模式的改变 可以呢 大部分新院里 必须住院 必须躺到医院里 躺两个月 三个月 躺半年的病人呢 可以支持兼职性的 没过两三个月 到医院来个三四天 调整他的住院以后呢 就回家 回归家庭 这个时代呢 很快就要到来 为什么病人会躺 睡觉躺不平 为什么会胶肿 最重要的 除了心脏功能减退以外 它主要是废水太多 我们最近啊 跟伊斯利亚一家研发中心 我们研发了一个小的器械 这个器械很简单 像一个背心一样的东西 那么我们看 废水呢 造一个小的探测器 我们从这个地方一个探测 从后边一个接收 我们把这个水 一个波发射出来 我们看 这个水的传导 跟空气传导是不一样的 那么传导以后呢 废水过多的话 那么我们说 这个病人虽然还没有症状 所以说明呢 你一定马上就有症状了 就赶快进行 这个敲诊药物 进行利料 进行治疗 不要等到这个病人发生 这个时代上的心衰了 带来助援 所以现在我们 这个心衰进行中心的见识呢 我们把病人 从原来的治疗到管理 从原来聚焦于疾病 到这个聚焦于健康 所以对病人呢 有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预后呢 有一个解散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